1945年8月18号 日本战败投降后 麦克阿瑟率领美军进驻日本 日军怕自己曾实行过的暴行 转换到自己身上 就提前开始了行动 日本当时为了保证皇族贵族血统纯正的延续 直接在东京成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 并且免费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衣服 18到25岁的年轻女子纷纷报名参加 要知道在那个名不聊生的时候 天皇的女儿都还要缩衣结石呢 RAA开始的条件无疑是十分诱人的 全盛时期 日本招募到7万多女子 慰安所开业当天 就有无数美军涌入 甚至还有数百士兵在街上排队 为了满足驻日美军士兵 日本除了专门为男兵成立RAA 还为女兵们也招募了不少的日本民间男子 来当慰安夫 男人的招募比女人要严格很多 心脏胃眼睛以及事业等都进行了严格的身体检查 甚至有痔疮都不能通过 最终日本给每个体检合格的年轻男子 分配一个单独的住所 每天还有三美元工资可以拿 上班制度是上医休医 为了保证服务品质 在吃的上面 她们会得到牛肉 黄油 奶酪等 只要是有助于恢复体力的食物 她们可以随意取用 据说半年时间内 女兵军官们除了要处理必要的工作外 基本剩下时间都要慰安夫服饰 而每个慰安妇 每天平均接待数十名美军士兵 最多的一天接待了55位客人 日本为了保护皇族女子 把平民当作炮灰 不仅讨好了美军士兵 还趁机赚一把 美军每享受一次服务 价格是100日元 而这些钱都是日本高官代为收取 这些人最后什么都没得到 对于日本民间女子男子的牺牲 日本不仅没有丝毫歉意 反而十分自豪 甚至是一副满不在乎的腔调 来谈这段历史 谢谢大家